女性中立体在2016年和小12岁男性张伦朔再婚 两人结婚至今已有七年之久 期间不断传出婚变谣言 没想要日前往路上疯传 夫妻俩已经正式离婚的消息 而且男方还趁中立体不在家时 与其他人投情后被当场抓住 相关话题跟登上热搜榜 即便谣言有些离谱 不少人都质疑真实性 但是依旧先起热议 随后宗立体发表律师声明表示 夫妻俩离婚为不实消息 而且对两人的名誉和形象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要求对方立即删除相关内容 同时也会封锁造谣者的账号 直到该账号被注销为止 宗立体也上传了陈家福 证明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 同时对造谣者喊话 不要破坏世界美好 老公张伦朔也发文直言 做这种事情只会害到自己 无奈表示自己只有一双手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帮忙举报 尽快让造谣者的账号被注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